好 今天再来第二位大魔王 就是大司马 然后选择挑战大司马的 还是这里面游戏玩的比较多 没事看直播看的也比较多的 有事也看 有事没事都来看直播的王建国 是我 我的好朋友王建国呢 在上一回亲手干掉了 他夺冠户上最大的障碍 就是那把吉他 是吧 王建国亲手击乱了他 现在在吐沙大会的舞台上 王建国争夺亚军 已经没有什么对手了 让我们有请王建国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小军场就是半决赛了是吧 这次我要是在侥幸入围呢 那就只剩下最终一战 胜利就在眼前了朋友们 我仿佛就能感觉到 又一个亚军的向我招手 拿习惯了拿习惯了 不拿不得劲 说总拿亚军这个事呢 大伙也经常劝我 说建国你看开一点 这也是一种荣耀啊 这就好比奥运会 他们呢都是流水的金牌 只有你铁打的银牌 我说铁打的那叫铁牌 你说都给我发银牌了 好歹往里面搁点银呗 行吗 这都是什么银呐 这金银这些个玩意儿呢 大司马老师他就研究的 就比我透彻 人家打英雄联盟 专业打的嘛 长年奋战的这个金银断位 总直播打黄金局 挺厉害的 你要知道就黄金上面 就没啥排名了已经 你看银上面是金 金上面就只有铁金 钻石 大师宗师和王者嘛 就啥概念呢 就你作为一个主播 你个断位就不能再低了 再低就进地库了 那都不能叫断位 那叫车位 就这还好意思 号称自己战绩不错啊 赢的居多 你废话你可不赢的居多吗 你一个专业运动员 你就混进幼儿园 跟小孩比赛跑 你还赢的居多 你输的时候是咋输的呢 你是没带腿吗 你就在搜索引擎上输入啊 就是大司马为什么 就说这六个字啊 就后面不用跟东西 就是大司马为什么 这六个字 你就能搜到各种标题 大司马为什么被黑 大司马为什么打得这么菜 大司马为什么凉了 你看这些问题多浪漫 他们是彼此的答案 为什么两个被黑的嘛 为什么被黑打得菜嘛 为什么打得菜 人家怎么知道嘛 就大司马自己都不知道 这个问题就是他亲自上网问的 为啥 你说我们就爱打游戏的人 对大司马这么多抱怨呢 因为大司马 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失误嘛 人大司马都有词 为自己辩解 技能扔偏了 这波不亏 被反杀了 这波不亏 卖队友了 这波不亏 那你最后是咋输的呢 你这些波都不亏 为什么加在一起就亏了呢 我就特别正正地望着 你正正得富了 队友被抓 你不帮当幕骂你 大伙也看到了 跟人说 你们就只想到了第二层 你们以为我在第一层 其实我在第五层 说完完事了 你是不是好歹解释解释 第五层到底啥意思啊 你就看到你那个队伍的比分啊 都凉透了 第五层为啥这么冷啊 第五层是平流层嘛 后来就因为 像我这般愤怒的网友 出于对大司马的失望 把他的这些就是诡辩啊 剪成了鬼畜视频 发到了网上 大伙看完视频都疯了 纷纷表示 这太逗了 真好看 大司马因此翻红了 还有网法吗 还有法律吗 罗湘老师 这事你不管管吗 我知道 我都知道 就是游戏打的菜啊 法律允许 但是不提倡 对吧 但是这个事 还需要劳烦法律 不提倡吗 谁能提倡啊 罗湘老师也是挺忙的 我知道 一来我们这儿 就讨论哲学家 一回去就跟人普及 狗咬了你 你能不能咬狗 这种问题 对不对 嘴里说的都是苏格拉底 心里想的都是拉不拉多 别这样 你也为我们考虑考虑 是不是 管管大司马 因为一会儿大司马要上台 您就抓住他 不让他上来 你就对着他一顿训斥 训斥完之后 他能不能改 我不知道 但只要他上不了台 我就晋级了 谢谢罗湘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接下来 按照我们看过 所有吐槽大会的人都知道 最后呢 是主咖的表演 是的 但是今天 主咖也是要接受投票的 没错 而且语琪姐前面也说过了 这是吐槽大会 到目前为止 唯一的一个反常主咖 唯一的一个 我而且没有记错的话 语琪姐当时好像就说过一个 李旦 李旦上次就说过 说张语琪迟早会来 张语琪非常配合 果然就来了 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 张语琪 中文部里面 哈哈 吐槽大会 我们队长 哦 我们队长 中文部里面 中文部里面 你看三女神哦 三女神 大家好 我是永远队的队长 张语琪 就他们总说我要来 老是来 那不是因为你老请我吗 我不来你们的商务怎么来 还给我搭配一些实习明星 陈卓璇 在节目里他说 半山腰太挤了 想去山顶看一看 姐告诉你山顶更挤 陈卓璇说我跳舞顺拐 姐顺拐那是因为山顶太陡峭 不敢动作太大 万一掉下去看见你 怕你尴尬 现在就是有些选秀艺人 哪有流量他就去哪 我呢是走到哪 流量就跟到哪 我上好些节目啊 其实我特别想赶紧让我走 但人家都不让我走 不信你们今天试试 不给我投票我也能进 开玩笑的啊 大过年的投一下来都来了啊 我在一个颁奖典礼上前两天说 我希望明年我不要防他 其实我并不是想讽刺谁 从我的人生经历来看呢 谈恋爱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 像张颜奇这么优良的基因 他不谈恋爱不生孩子 这对优生优育来说不好 你看看 李淡这样的都结婚了 你再不生他就生了 你不着急吗 你看到一个婴儿长得像李淡 你不着急吗 江云生老师 一个能说会算的叫什么 说唱歌手 说唱我懂 不就是单压双压三压跳压 我给你来一句 那句怎么说的来着 我说的不是标面扎八镜 这是代表我的competition 听出来那是什么压吗 听出来了吗 不压 江云生你不是喜欢跳压吗 姐也可以跳压的 但姐想过段时间再压 你不是很会算吗 你算算姐啥时候压呀 算出来了 姐给你压碎钱 易丽静老师呢 刚才吐槽我说 我演不了甜宠剧 其实我不是演不了甜宠剧 我是想打造一个 新一代的甜宠剧 就是女生自己可以 又美丽又好看 然后又成功 她不仅仅是被宠 还可以和总裁 你来我往互相宠 别说话 吻我 你别说话 吻我 这种张银琴就演不了 你和她演就会成为 你倒是说话呀 你别光吻我呀 你说话呀 你再不说话 她姐就要全养了 表情太可怕了 打扰了 易丽静采访的时候 一直问问题啊 没有人想回答 我就在想 什么样的男人 才能跟易老师谈恋爱呢 我觉得 只能是Siri啊 一个没有感情的提问机器 遇到了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 我只想问 易丽静 Siri没有家人 你的家人接受吗 杨丽老师 杨丽老师天天喊着 要跟男人谈恋爱 他骂男人垃圾 怎么能让男人 跟你谈恋爱呢 虽然你说的都是实话 但是太直白了 男人他接受不了 你呀得假装示弱 给男人台阶下 等他下来了 你再把台阶拿走 他就再也上不去了 高招 今天来的呢 都是选秀出来的idol 因为都是年轻人 但很明显啊 我在心态上 比你们都稍微年轻 那么一点点啊 你们是这也不敢说 那也不敢做 还没啥呢 就总是觉得患得患失的 我都不懂 你们到底在害怕个啥呢 怕这个怕那个 唯独不怕没作品 一个好的idol 他必须要有好的作品 他除了作品 他更是一个真实的人 他要有自己真实的生活 虽然我谈过恋爱 结过婚 敢说话 但我跟你们不是一个level 不要跟我social 也不要尝试跟我battle 因为我是一个好idol 谢谢大家 我是张雨琪 谢谢张雨琪 还是刚才的规则 张雨琪虽然是主咖 但是大家也仍然 要给他投出吐槽热力值 三 二 一 请锁票 朋友们 又到了我们的补刀环节 是的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 吐槽大会改版的一个重要规则 我们每一个队的主咖 被吐槽完之后 他可以在他的队里选一个人 出来帮他反击所有吐槽他的人 作为补刀选手上场 就是这个补刀选手 必须做到本场最高票 也就是超过186票 那么主咖得票就可以翻倍 如果他没能超过本场最高票 那他就是白出来一趟 让我们欢迎 到底谁啊 下一个队里选一个 其他队里选一个 我们五个队 在这边 有一个队里选一个 跟他的队里选一个 好 好 好 你 这也太惊喜了 你就赢了 这什么 毁欲从来不可听 是非曲直自分明 补刀别往心里去 来看何人话不平 还有定场诗啊